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近来发表自传 在书中特别谈到婚姻历程 讲到第一段婚姻走到低谷决定离婚之后 到台湾本来无意再婚 却被现任妻子张淑芬深深的吸引 但两人结婚时台积电却经历风暴 为此两人度蜜月的计划还延迟了一年 而张忠谋也分享现在很享受这纯真互相照应的晚年恋 紧紧牵着太太张淑芬的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第二段婚姻录已走了数十载 夫妻情深画面常呈现在众人眼前 而鲜少谈到第一段婚姻的张忠谋 这回在亲手撰写的自传中竟威威到来 两个礼拜以前已经交稿 你们有兴趣的话就买一本来看 张忠谋在自传揭露感情生活 回忆22岁跟前妻结婚 但两人结婚得太早 感情渐渐消散 只是为了女儿仍一起度日 直到女儿即将大学毕业 才跟前妻正式分手 当年正值50岁 而婚姻走到谷底 工作上也同样陷入低潮 她形容当时的心境是孤独的夜晚里 萦绕心中的是30年的恋爱跟婚姻 更引述重摇小说诗剧 我不知你有何稀迹 你也不问我心底秘密 只有杜鹃鸟在林中稀嘘不如离去 而到了台湾重启旅程 本来无意再婚 却遇到了活泼乐观 让她敢只有年轻起来的 第二任妻子张淑芬 两人在决定结婚日期时 台积电第一季订单 却比前一季少了四分之一 却都决定不改变结婚日期 但延迟一年才去度蜜月 她感谢妻子亮姐 愿意分享生活 台积电我想他们是集中力量 是在如何照顾现在的这些员工们 张淑芬 余公余私都成助力 让张忠谋形容晚年恋不像是少年和周年恋 是相当纯真的互相照应 可享受这黄昏之恋已经算是福气 接种不到